欢迎来到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我们要透过客家人在生活中点滴体现的客家精神和文化 要让您爱上客家 今天我们要从客家花布开始探访客家文化 倒是这客家花布其实很特别 因为它有2D的效果 这是在新竹的拼布艺术家云淡哥 让万子千红的花朵就这样跃上了画框 同时甚至攀爬到了国际厂牌的自行车上 让客家国际化更进一步 感动时刻就要和您一块来欣赏 新竹湖口老街洋溢着复古风情 传统的客家花布从这里出发登上国际舞台 他是拼布艺术家郭韶婷 大家都称呼他云淡哥 从事艺术创作23年 督创客家花布结合蝶谷巴特法式拼贴 郭韶婷将客家花布上的牡丹花裁切下来 经过塑形再一片一片仔细地拼回去 这就是蝶谷巴特法式拼贴 而他说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构图了 我们希望看到的人他能够一眼看出 他既然经过你的改变 那他还是知道说 这个是来自于客家花布 就是花布里面崛起出来的图案 那那个效果那个意义不能让他失去 花布上的牡丹在他的桥手下绽放 栩栩如生 它有一点二滴的效果 有点立体的效果 即使手上到处都是创作时受伤的疤痕 郭韶婷坚持把最代表台湾精神的客家花布推向国际 因为妈妈是客家人 也使得她对花布有一种独特的情感 家里的床单 棉被套 那衍生成为 我们把它提升成为艺术层级的一个作品 不只是一般的装饰品 还能结合玻璃餐具 艳红色的牡丹开在金沙般闪亮的盘子上 好像吸口气就能闻到花香 还有代表客家意向的油桐花 也仿佛一朵一朵落在水面上 小小的工作室里每一样都是郭韶婷的宝贝 当中最特别的还有这把结合了客家花布拼贴的铲 我们保留住它的绣代表花布的久远的生命 那现在我们的拼贴的手法赋予花布新的未来 那这是一个我想营造一种传承吧 还有这一台小折就是西班牙品牌车商 特别看重郭韶婷的创意 客家花布上的扶桑花 跃上了脚踏车 郭韶婷要让客家花布再次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芒 客家的传承鲜活了发布上的牡丹 跃上驶向海外的铁马 洒落光滑郁润的瓷盘 韶婷的跌骨巴特拼贴出客家的感动时刻